4月10日,蒙特里公园市市议员饶颖帆在蒙市NBC海宝巢月酒家举行竞选加州主记长筹款晚会,盛盖博谷各城市民选官员踊跃出席站台,与在场近400民众全力支持饶颖帆进军加州议会,为加州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新契机。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,加州主记长参选人当中,饶颖帆在民主党候选人中位列第一。饶颖帆表示,民调固然重要,但选民能积极把选票投给他更为重要。 他呼吁大家告诉亲朋好友,在6月7日加州初选日给他投上神圣的一票,祝他顺利出现进入11月8日决选。 今天很荣幸得到大家的支持来到我,其实最后一个大型的筹款晚会了,因为6月7日就是around the corner了,所以很紧张,大家都希望华人出来多一点投票,投我的票。 那我是有25年的金融经验的,也是回一个有金融背景的候选人,那现在呢民调呢暂时在民主党中是领先的,所以非常的紧张,希望大家都多出来,多跟朋友介绍一下, 然后出来投票,投我一票。 饶颖帆宣布猜选2022年加州主计长的竞选口号为移动资金,强化经济,move money,empower economy,就是利用资金流动转手去推动经济,运用科技让美人都得到更多。 此外,他要保障加州财务与退休金系统,提高社区教育与医疗水平,同时设立财务教育部门,让民众了解正确地准备教育与退休计划。 自去年宣布参选后,饶颖帆已获逾100民选官员及团体背书支持,除了前加州财务长江俊辉力挺之外,近日又获得国会议员Linda Sanchez,加州参议员Susan Rubio,Richard Ross,Bob Archuleta,前加州众议员五国庆,以及罗省同园会等背书支持。 饶颖帆若成功当选加州主记长,将是第一位亚裔移民,即香港移民,成为全州民选官员。 他期望得到大家的支持,踊跃投票,助他高票当选。 全美电视台记者,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采访报道。